我们再待会儿要怎么做呢 下一步我们这个 要把它剁碎吗 先不剁 看一看 我们先用刀背捏 先捏 先捏 这样一下一下地捏 这就变成不滑了 对这样的鱼肉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细腻 比你直接剁出来的口感又好一些 而且它就是一会儿我们要放调料的时候 它非常的入味 这是要包饺子吗 变成鱼肉馅了 叫鱼松 叫鱼泥 对 这样是我们再轻轻地 得拦几刀就行 拦几刀就行 它主要是拦几刀就是为了什么呢 肉上劲 上劲 平时在家里会经常做这道菜吗 经常做 因为我的孩子小时候爱吃鱼 爱吃鱼又得钓着放着给他做 你们家男孩女孩啊 男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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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孩惨呢 真的 男孩惨你 是吗 大肉的男孩都惨 对 没有肉不吃饭 所以你老给他做 一样的菜 他有点腻 现在是怎么着 把鱼肉放在这里边 这个是要把鱼肉喂一下对吧 对 一会儿要喂一下 现在我们还有下面还有我们水发的一个香菇 香菇 这是由香菇发出来的 对 香菇 干香菇发出来的 干香菇跟鲜香菇绝对味道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因为它在干燥的过程当中有一种霉 然后在这个香菇当中产生味道就更加的香醇 它口感可能会更加的Q弹一些 对 对吧 你看一下 你们这代人又不一样Q弹 来 我们把这和香菇放在这 这是我洗好发好的香菇 香菇给它剁碎 剁碎 你这肯定需要包饺子 剁碎 剁碎放在这馅里头 这非常的简单 这个香菇它在营养价值来说 它非常的好 它提高免疫力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为什么都碎一些 因为我跟它放在鱼肉里面一起搅拌 然后你要是在香菇当中 无论是炒的时候还是放馅的时候 你放一点点白兰蒂 白兰蒂 对 白兰蒂因为它的主料就是葡萄 它香味跟红酒的香味还不一样 它会把香菇当中的那种特殊的气味去掉 只有白兰蒂能把它去掉 你放料酒也不行 放白酒也不行